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功劳液 铁树液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重要 但是我们中医治疗肺癌是讲究分析 是需要进行主方运用 不是单一的某一位药都能够治疗肺癌这么简单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中医治疗过程当中 还是应该以正规的进行病症处方为主 不能单一的相信某个秘方 某个单方 某一位药都能够治疗肺癌 所以说中医治疗肺癌有很好的疗效 但一定是建立在正确的认识的基础之上 不能简单的找某一位药来治疗肺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